近日,海南省东方市江边乡榴莲谷基地的1100亩榴莲树首次实现部分挂果 乐东撑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公司在海南东方和乐东种植榴莲共计2000余亩 公司技术总监杨有华说 通过赴东南亚学习交流和本地种植实践 基地摸索出树草一体化等榴莲种植模式 后期还将前往东南亚国家学习如何调花宝果 榴莲如何进行储存等技术 我们前一阶段到东南亚国家去学习的一个主要目的是 了解一个品种原理或它的一个生长细性 借鉴它们优秀的东西吧 去学习的时候我们都是走进人家的榴莲地里面 果农无意之中的一句话 有可能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宝典 我们后期需要去学习的是如何调花 如何保果 调花保果时期的用水用肥量的一个使用 还有一个就是病虫害的防控 以及我们这个榴莲今后这个成熟度的一个观察 榴莲如何储存进行学习交流 记者走进该基地看到榴莲树涨势良好 果实个头饱满 乐东成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海宁介绍 基地挂果消息传出后 不少水果猎人闻风而动 但基地目前处于试吃阶段 正在采集树树流连的相关数据 因此拒绝了订单 目前就是在也有很多渠道商 今年已经找我们谈了 因为今年我们是还是在试词阶段 我们也接到了大批量的订单 我们都拒绝了 我们就是为了把口感做得更好 再上市 我们前期测试这个还是很理想的 从甜度到香糯度都口感都非常的好 杨有华介绍 基地里的榴莲树间套种了冰榔树黄花梨树 榴莲喜欢半遮阴的生长环境 冰榔树和黄花梨树属高大植物 可形成半透光半遮阴的相对湿度气候环境 有利于榴莲生长 榴莲树之间有较大面积的土地闲置 套种冰榔树黄花梨树可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榴莲园里面套种有冰榔 还有就是黄花梨 基本上是这两种作物吧 因为榴莲它喜欢的是半遮光半遮阴的环境 单一的种植榴莲的话 没有遮挡物对榴莲的生长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比如说高温强光干热风台风等等的影响 冰榔和黄花梨的话它们属于高大植物 与我们的榴莲可以同步生长 在这个冰榔与间距之间会形成一个半透光半遮阴的相对湿度的气候环境 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这个榴莲的生长 因为榴莲一亩是种植12棵 所以说我们中间会套种一些冰榔 第一个可以增加这个收益 还有合理的利用这个土地 此外 该公司计划依托当地旅游资源 结合榴莲进行融合性发展 基地是背靠尖峰岭 面朝长华江 外面有一条旅游公路 314省道 每一年都有骑行 还有自行车比赛 都会经过我们这个榴莲谷 我们也考虑过与这个旅游融合性发展 就是在我们的榴莲谷内设置一些战道 让别人旅游过来这里休息 大家可以来我们这里采摘榴莲